以一场完美的表演,全红禅终于站上了世锦赛担任项目的最高领奖台。 在2月6日的世锦赛女子跳水担任十米台决赛中,她和队友陈玉希又一次神仙打架,最终以8.45分的优势摘金。 至此,在东京奥运会横空出世夺得金牌之后,在巴黎奥运年,全红禅加冕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三大赛的担任项目大满贯。 战胜发育难关,无视饭圈干扰,如今的全红禅已变得更加从容,也更加成熟。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年仅14岁的全红禅一名惊人,夺得跳水女子担任十米台冠军,成为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又一颗星星。 奥运会的推迟,给了这位天才少女站上世界最高舞台的机会,但在中国跳水队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集体中,全红禅也从未能够躺赢。 闪耀东京赛场之后,全红禅在巴黎奥运会周期与队友陈玉希成为了女子跳台项目上极具统治力的双子星。 各项世界大赛中,两人不断联手包揽双人十米台冠军,同时也将单人十米台的金银牌牢牢握在手中。 每逢单人项目决赛,两人总能将比赛变成彼此之间的追赶,与第三名拉开断层式的领先优势。 总体而言,全红禅在巴黎奥运会周期的大赛单人项目较量中并不占太大优势。 2022年的市井赛和世界杯,陈玉希都在单人十米台摘的金牌。 2023年市井赛,陈玉希再度在单人项目摘金,蝉连单项目市井赛三连冠。 不过在世界杯赛场,全红禅有所掌获。 2023年,陈玉希在世界杯西安站和超级总决赛夺冠,但在世界杯蒙特利尔站,全红禅力压队友夺得单人十米台冠军。 如今,随着全红禅在本届市井赛上以完美表现夺金,全红禅终于实现了在奥运会、市井赛、世界杯三大赛的单人项目大满贯。 不仅如此,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全红禅也在最后一轮反超陈玉希,首次夺得亚运会单人金牌。 经历了从东京到巴黎的奥运会周期,全红禅在一路收集荣誉的同时,也在经历着从初出茅庐的新兴到顶尖选手的蜕变。 对于一位正处青春期的女子跳水小将而言,和她的教练陈若霖以及队友陈玉希一样,全红禅也遭遇了发育观的挑战。 如何在体重和身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动作的完成度和稳定性,这是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比东京奥运会,身高有长,体重也有变化,动作上也不是完成得特别轻松了。 全红禅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虽然依然是小个子,但相比东京奥运会,如今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全红禅已经明显在身材上增加了一号,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良好的控制和严格的训练下,她的技术能力仍在继续进步。 之所以,能够在市井赛赛场首次夺得单人项目冠军,全红禅在207C动作上的出色发挥是关键因素之一。 此前在比赛中,她多次因为在该动作出现失误而导致分数落后。 在接受采访时,她也曾表示自己对于这一组动作会多加磨练,训练还要多加改进。 总结好比赛,下一场再去拼。 而在夺金之后,全红禅的自我要求仍然严格,今天的发挥感觉不是特别好,感觉有点退步了,没有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对于自己在207C上的优异表现,她也没有满足,第四跳很棒,我很高兴,但我认为还可以更好。 手握世锦赛金牌,全红禅说出了自己对巴黎奥运会的期待,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奥运会金牌。 而作为当下中国体育圈最受关注的选手之一,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她也需要心无旁骛,专注于眼前的道路。 东京奥运会夺金之后,全红禅一跃成为顶流,巨大的关注度带来的不仅有更多人的喜欢和支持,也有对于她家庭的打扰。 彼时一度有许多网络主播涌到她湛江的老家蹭流量,引发了大众的声讨。 而在一次次国内外比赛的过程中,饭圈文化的侵袭也将全红禅的名字带入了网络口水战。 去年11月的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全红禅在单人十米台摘得亚军后发生了不和谐的一幕。 有一个粉丝在看台上大吼,认为裁判打分不公。 事后,奥运跳水冠军何冲特意撰文,反击此类饭圈文化。 饭圈文化所带来的情感化和个人崇拜可能对运动员产生不正面的影响。 运动员的心态应该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将责任归咎于外界因素。 过度追捧和盲目辩护,可能导致运动员,特别是年纪不大的运动员,产生依赖心理。 你们总这么说,他可能就真信了,可能会抛开自己的表现来进行总结。 身处流量风暴中心的全红蝉,大到比赛的表现,小到平时喜欢的小玩偶,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被放大。 而关注度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 从此前退出国家队的谣言到极端粉丝发出的刺耳,甚至是攻击性的声音。 但好在,年少的全红蝉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也在一步步变得更加成熟。 杭州亚运会,面对众多从看台上扔下玩偶礼物的观众, 全红蝉就特意提醒大家,不要乱扔东西,注意安全。 如今世锦赛夺金后,他也不忘称赞队友陈玉希的表现。 乐解,陈玉希小名乐了,跳得也特别好。 正如陈玉希所说,两人虽然在单人项目是对手,但实际更是朋友。 良性的竞争也是促进两人不断进步的激励。 距离巴黎奥运会已经很近了,就让全红蝉和陈玉希安心备战吧。